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switch语句它也是多分之语句 只不过多分之语句在判断的时候跟咱们这个s语句稍微的有点不一样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格式 它的格式是switch 然后中间这个地方是改大式 case 长量1 break 这个地方是 bg1 然后我能复制一下 case2 case3 最后呢有一个default 那么default呢是如果上述语句都不成立 啊 执行这里 那么它执行的一个规律呢 啊 是这个样子的 表达式的结果 等于 等于 哪个 case的长量 则 执行 其后的语句 执行完 break以后呢 就 跳出 switch结构 如果呢都不满足 执行default 一句 好 我们就通过下面的这个题呢 去给大家呢 讲一下 啊 你比如说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按照这个考试的等级呢 然后呢输出这个百分之的一个数段 那么如果我当前输的是a的话啊 啊 那么在这呢 它就输出这个80到100 输入b的话 它输出这个70到79以此类推 OK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当前这个成绩啊 假设呢我当前呢把它设成是一个a 然后呢我们要通过这个switch呢 去进行判断 判断谁呢 判断当前的这个成绩到底是谁 然后呢成绩呢它有几种可能呢 啊 它有a的可能 有b的可能 有c的可能 有d的可能 啊 当然还有这个其他的可能 那么我们呢分别呢通过这个 这个case呢去表达一下 分别呢有这个case a case b和case c case d 那么如果是a的话 说明呢 当前是这个80到100 如果是b的话说明它是70到79 如果是c的话说明是60到69 如果是d的话 哎 说明它是小于60 那么如果输入的是别的 那么说明它输入错 我呢直接的输出error就ok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输出的是a 那么最终呢它执行的是a里面的语句 那么当执行完a之后啊 它接下来执行的是brake 那么brake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呢强调过 执行完brake以后呢 它就会跳出整个switch结构 啊 那么它呢也完成了这个跳出 那这呢就是我们的一个switch语句 好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switch语句啊 它要注意一下 就是我们switch语句中的 brake它是一定不能省略的 如果省略呢 好 就会造成事件穿透 好什么意思呢 你比如说啊 在这个地方我们呢做这么一个操作 我们把a后面的这几个brake的全给它取消掉 好然后呢 我呢输入a去执行一下 注意把这个里面取消掉 我们输入a去执行一下 那我会发现呢 当前的这个事件呢 直接呢向下进行穿透 它呢将这个没有去执行brake的语句呢 全部的去执行一遍啊 那么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对于咱们的这个switch语句来说呢 我们是执行一条语句 然后呢再去执行brake 就直接现成跳出了 那么这呢是我们switch的一个多分质语句 那么关于这个switch语句和a语句呢 谁到底呢好用啊 啊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呢有这么一个原则 就是一般情况下呢 两个分支或者嵌套比较好的分支呢 我们就用这个ifls语句啊 如果是分支比较多的话 我们就用这个switch语句 然后呢我们在写这个if判断条件的时候啊 要注意啊 不管是if判断也好 还是我们的这个switch语句也好 一般情况下呢 我们要把这个执行概率较大的放在前面 那么还有一点呢 需要大家去注意的就是这个default呢 一般情况下不要省略 这个呢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这个避免 与句歧义 防止呢我们呢 输入一些错误的操作以后呢 最终呢造成我整个程序呢崩溃 那么关于这几点 需要去注意的点啊 我再给大家呢去阐述一下 第一点 if一句后面的括号呢 它是不能省略的 括号后面一定不能加分号 第二点呢是 if一句中 即使只有一句话 也要把这个大括号呢给写上 为了避免你的写错 第三个呢是if签到呢 它一般不要超过三层 如果超过三层的话 它会非常容易呢混乱 switch一句中呢 一定要把这个default分支的写上 防止呢在以后维护的过程中呢 才在轻易 一定要把这个执行概率较大的放在前面 这样的话 我这个程序运行效率会稍微高一点 关于if和ears switch的一个选择呢 分支比较少的时候呢 用if ears 分支比较多的时候呢 用switch 那么这呢是我们关于这个 switch语句和if ears语句的一个了解 好 然后呢最后注意 所有的括号呢 需要成对的输入 所有的引号呢 需要成对的输入 一句话呢 占一行 缩近对齐 同级呢要对齐 z级要比上级呢 多缩近四个空格 好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表现呢就是我在这写的这个表现 一定要多缩近四个空格 好 那么这呢就是我们的一个switch程序 最后呢 然后再给大家强调一下 这个呢是我们的条件分支比值啊 好 这个呢是我们上节课呢 所遗漏的一个三目预算符 什么叫做三目预算符呢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三目预算符的啊 它呢也叫做这个条件预算符 我们先来看一下三目预算符它的一个格式 它的格式呢是表达是一 问好 表达是二 冒好 表达是三 那么它在执行的时候呢是 先呢求解 表达是一 若 为 非零 也就是上当表达是一为真的时候呢 则求这个 表达是二 若表达是一 为零 也就是为假的时候 则求解这个 表达是三 好 那你比如说之前我们去写这个求两个数的 最大数 之前呢我们用if else一句呢 它是这么去写的 number1 等于20 number2 等于10 如果number1 大于number2 好 那么在这呢我们有一个max等于 那这个max的值呢 就等于 number1 否则的话 max的值呢就等于 number2 这呢是我们之前的一个关于最大数的一个求解 那么最终呢求出来这个大数呢就是 20 那么 这个简单的双方针语句呢 如果用我们的三模一算符去表示的话 啊 它呢是 vr max 等于 好 那么同样的有一个number1跟number2 那么在这判断的时候呢 比较简洁一点 我呢去判断number1是否大于number2 如果number1大于number2 那么它去执行表达是2 那么max的值呢就是number1 否则的话 max的值呢就等于number2 最终呢我去运行一下这个max这个结果 啊 那么它呢同样的也能够得出最大值是20 我们呢按照上面这个执行过程的去执行变 那么我呢要去判断number1是否大于number2 如果number1大于number2 我应该去执行number1 那么最后的一个结果呢是等于vrmax等于number1 那么值呢是啊 20 那么如果这个它不成立的话 它会去执行表达是3 那么最终vrmax的值呢等于number2 那么最终max值呢就会等于number2 这呢是我们的三分预算符 那么如果呢大家在解析这个三分预算符的时候啊 有困难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呢先去改写成一个比较简洁的双分值语句 然后呢再对它呢进行一个理解 好那么这呢是我们关于流程语句中的顺序结构和选择结构的一个讲解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